大家好,我是德哥,一个专注分析德云社的男人,快来订阅YouTube德云那点事儿,了解你不知道的德云社吧,探索相声演员背后的故事。 相声表演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不成文的规矩,那就是反场不过三,一来是给下面出场的演员留个面子,二来是给同行一个面子点到为止,三则是不能让观众吃太饱,以免自己以后吃不上饭。 要说起来,大多的相声演员一般都会遵循反场不过三的规矩,但郭德纲却率先打破了这个规矩,从反场17次,反场22次,最后到反场25次,4次爆满,台上台下互动不停,观众的掌声也是久经不衰,这也看出老郭有多受观众的喜爱,但正所谓人红是非多。 在郭德纲大红大紫的2006年时期,与观众的欢呼和掌声一同到来的还有同行的质疑,而这个导火索正是由于多次反场所造成的。 时间回到2006年年初,当时北京举办了一个新春相声晚会,各路各家大佬纷纷来到了这个舞台上,期间既有相声演员孟凡贵,也有包括于万海先生在内的几位老专家,以及一些媒体记者都一并在场,众人欢聚一堂开始唱谈工作, 聊着聊着,不可避免地就聊到了当时相声界新秀郭德纲,而当时郭老师因为反场17次的事情,让在场的相声前辈们感到震惊。 对此,于万海先生无意间提出了一个质疑,反场次数遭同行质疑,郭德纲再创记录打脸对方,就算一个节目三分钟,那反场17次的话,那就需要一个小时,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。 按理说,这本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,毕竟按照一般人的思路来说,历史上从来没有说过这么长的反场,这不光是段子够不够的问题,还有相声演员的体力问题,甚至还有要不要喂饱观众的问题。 因此,于万海提出这个质疑还是在业务范畴之内,但这些话经过了媒体的一番添油加速后就变了味儿了,外界看着媒体的报道,开始一致认为这是北京相声界打压郭德纲的开端,很快这件事传到了郭德纲的耳朵里。 而当时儿历之年的郭德纲正是年轻气盛,意气风发的时候,他怎么会忍得了这样的质疑呢? 随后这件事情直接导致郭德纲产生了一些不理智的行为,2006年,德云社新年相声专场在解放军歌剧院举行。 这一次郭德纲打破了之前17次的返场记录,到了返场21次时,郭德纲主动和观众聊起了自己的看法,他是这么说的。 在那晚郭德纲最后一次上台演出时说了这么一段,他跟于谦有过一个约定,要当对方儿子的干爹, 于是郭德纲就给自己的干儿子取名叫小海,但是叫于海似乎不太好听,郭德纲就想在名字里面加一个万字,言下之意便是暗指于万海是郭德纲的儿子。 很显然这是故意的挑衅和杂卦,但很快第二波杂卦就来了。 郭德纲霸气杂卦于万海,于谦却在结束后鞠躬道歉,儿子,你看你爸爸说的好吗? 这话一出,旁边的于谦让满脸尴尬。 首先,于万海与师傅宽交好,而且还是前辈,这样的杂卦确实有失分寸。 其次,当时的后台还有一个重要的人,康大鹏。 康大鹏是北京电视台的主持人,恰好于万海还是康大鹏的师傅,因此坐在后台的康大鹏也很是尴尬。 三次过后,于谦做了一个决定,万腰鞠躬向后台表达了自己的歉意,也算是于谦在替郭德纲给大鹏道的歉。 而据媒体报道,在杂卦的第二天,于万海得知郭德纲反场22次的记录后感到很吃惊。 是吗?了不起啊,我很佩服。 不过,当他得知这22次的记录源于自己的一句话时,年月六旬的于先生却反倒笑了起来。 对此,他的解释是,未免有些不知当的,毕竟不知者不怪。 事实上,之前我只是看到报纸上的报道,因为曾经从来没有过这种记录。 所以,作为当了一辈子文艺编辑的我,当时只是提出了我的合理的怀疑,绝对没有攻击或者任何其他的想法。 郭先生没有必要把他的一句话看得太重,其实这事放在现在来说并不算什么大事,于万海只是出于好奇的目的。 可这些话一旦经过媒体的改变,味道就变了。 而恰好郭德纲当时又年轻气盛,一看这阵势还不得提眼呢,观众是听着过瘾了,可这对当事人造成的影响却大了去了。 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此事,我是德哥,咱们下期再见。